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助承受清华日军长达熟年的防空难打 重庆军民在受尽苦难以折磨后 孕育出顽强不须的重庆精神 支撑着全国人民的抵抗意志 为抗战最重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的风险 刚好昨天是79年前抗战胜利南京举行瘦小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我也切实因为代表中国国民党 向当年逐渐居民与后人表达我们的敬意和谢敬 基于历史全身的使命 对国际社会的义务 对两岸不高的责任 以及对台湾人民的承诺 我们的两岸立场一向被他移缺 从1993年孤安会台以后 中国国民党一向坚持 扭入支持反对台湾的共同政治局势上 维护台湾和平的利用 促进两岸交流工作 这个立场从来没有改变 需要任何公司 我們不反 hoş 感谢观看